中原地產十大屋苑本週末錄得十三宗的成交 較上週錄得的七宗增加六宗 上升了85.7% 熟過去七宗的新高 中原地產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 本週末的購買力回流二手 面對美國加息的因素和本港疫情的問題 一手樓大頭減價 令不少二手業主陸續面對現實 擴大倚價的空間 二手交頭回升 港島區方面 太古城本週末連錄兩宗成交 較上週末錄得零成交增加 包括金山角高層衣室 實用面積為593平方尺 成交價990萬元 折合赤價16690銀元 原業主於2017年以902萬入市 現沽貨帳面獲利88萬元 單位五年升值約9.8% 可以半島本週末錄得兩宗的成交 包括25座的高層G室 實用面積為743平方尺 三房年套房間隔 成交價1,360萬元 每呎實用造價為18,304元 原業主於2010年以700萬元買入單位 這次轉手獲利660萬元離場 九龍區方面 黃埔花園本週錄得兩宗成交 屋苑錄得二旗11座低層H室的交頭 單位實用面積為389平方尺兩房 以672萬元成交實用尺價為17,275元 而新界區方面沙田第一城本週末錄得四宗的成交 較上週增三宗